他将这个主所在意的事就是这个离弃了起初的爱所激动我 常常会觉得主啊说回到你那起初的爱 但是却不知道怎么样回到这起初的爱 他就说我们不用很努力的回去 只要从知识书的范围转到生命书里面 就是要在这个生命里预祝有活的结束 阿们 主耶稣 我再跟弟兄姊妹分享一次结经节 在更根前书十三章一字三节 保罗就说我若能说人和天使的翻言却没有爱 我就成了明德鲁响的波 他就说我若有生言的恩赐 也明白一切的奥秘和一切的知识 并有全辈的信以致能够以善却没有爱 我就算不得什么 阿们 主耶稣说我若将我一切所有的变脉为食物 封给人吃又舍己身叫我可以快乐 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 主啊 主啊实在是说道 主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实在是应当回向 主啊是否离弃了起初的爱 主啊我们所行的这一切 是否是因为主耶稣我爱你 你知道我们用很多的努力去为他做什么 那乃至所终之的是我们要以起初的爱来爱他 阿们 在每一次的聚会跟每次的交通的里面 我们都需要来接触主 阿们 尤其是我在每一次云里面对面的时候 都会来生命你接触你 阿们 而接触主实在是受到弟兄德化极大的帮助和光照 阿们 做许多的属灵的行为和那些操练如此的拼命的时候 到底这一切的动机背后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好不容易去呈先 好不容易跑来成全聚会了 但这个动机到底是为着什么 阿们 但是被德化极大的光照 阿们 要恢复到你那起初的爱 阿们 回到那一个起初的爱 阿们 要从这样的成全聚会 好不容易成新的 好让我们能够摸着对主的爱 阿们 对主的享受 阿们 阿们 好 阿们 好